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上好 欢迎收看7月20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20号就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发表声明做回应 指出中美双方就削减环球过剩钢材产能做了深入的讨论 同意寻求积极而有效的方案来应对这个环球问题 而在分组会议的时候 双方又集中讨论了钢材 铝材以及高科技贸易 声明又提到美国对于民用高科技贸易的出口限制应当放宽 而中美双方也同意在一年经济计划里头跟进相关的分歧 另外美国司法部长赛森斯20号宣布当局导货了历来最大售卖毒品 武器黑客工具等非法物品的互联网非法市场 Toda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nounces the takedown of the dark web market alpha bay This is the largest dark market web place takedown in world history And it's called dark not just because these sites are intentionally hidden It's also dark because what's sold on many of them 赛森斯表示 Alpha Bay使用一个协助用户以匿名方式浏览互联网的网络 目前网站拥有20万名会员和4万名供应商 供应商会在网站上售卖芬泰尼和海洛因等毒品 而顾客则是以数字货币比如比特币支付 赛森斯指出这次行动成功有来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 他形容这个案件可能是今年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刑事调查 他强调即使是虚拟世界 罪犯也不能掩盖其行踪 当局仍然可以瓦解其组织和犯罪网络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媒体表示 后悔任命赛森斯担任司法部长之后 白宫20号紧急澄清 称特朗普对赛森斯仍然有信心 而赛森斯当天就表示 他很荣幸担任司法部长 并将继续他的工作 另外呢 凤凰卫视美国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7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美南赛区决赛 日前在休斯顿成功举行 达拉斯和休斯顿的两位选手 将代表美南地区 参加中华小姐美洲区的总决赛 凤凰卫视美国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7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美南赛区决赛 在休斯顿成功举行 凤凰卫视美洲台副台长 曾世平女士介绍了美洲赛区的基本情况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是香港凤凰卫视举办的 全球性选美盛事 是拉近全球华人距离 建立华人新生代美丽标准的 选美大赛 推崇美丽与智慧同行 内外兼修的华人新女性形象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美洲赛区每年4月开始报名 7月举办美洲分赛区决赛 共选出16强 于8月初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 美洲区总决赛 今年是美南赛区首次参加比赛 共有9位嘉丽参加决赛 年龄最大的28岁 最小的18岁 有的刚上大学 有的已获硕士学位 有的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从事经济 金融 物理 化学 心理学 神经学 产品设计 时尚设计 共共关系学等领域 喜欢唱歌跳舞 琴棋书画 写诗朗诵 瑜伽健身等 他们通过回答主持人提问 泳装表演 才艺展示 晚礼服秀获得评委评分 达拉斯选手杨静坤和休斯顿选手孙小颖胜出 下月初将去洛杉矶参加中华小姐每周区总决赛 美南地区第一次做中华小姐的分赛区的选举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 这次呢 九个选手也都非常优秀 但是呢就是我们给不了那么多名额 现在就有两个选手进入了我们的总决赛 希望他们能有好的成绩 最大的收获在于 可以在中华小姐这个平台上展现我们的青春魅力 希望以后在今后的道路上 为美南赛区继续加油 成为美南赛区的骄傲 这次比赛收获了很多 让我变得更自信 同时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好 特约记者韦韦 牧石 休斯顿报道 好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第二十四届美国洛杉矶年度 融枪行动近日举行 近五千枪支将化为钢筋 依据加州刑罚点 不能向公众出售 或不能返还给持有人的枪支 必须销毁 洛杉矶通常于每年七月 在位于库卡蒙卡牧场市的 盖尔道钢铁厂销毁非法枪支 警方表示 此次在洛杉矶郡境内总共收缴的 四千九百七十一支非法枪支 都将在这里融化后制成钢筋 用来修建新的街道 高速公路和建筑物 在此次销毁的枪支中不凡精品 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古董枪支 有的是设计精美的定制手枪 大多从各类罪犯手中缴获而来 融化后重达一万四千七百磅 钢铁回收商表示 将无常把这些武器转化为 环境友好型抗震钢筋 这些钢筋将用于加州和亚利桑那州 内华达州的道路和桥梁建设等等 加州优胜美帝国家公园旁的 山林大火十九号 火场面积迅速增至四万六千英亩 五千栋建筑物受到火石逼近的威胁 超过四千人需紧急撤离 火石距离优胜美帝国家公园三十里 十九号的风向转向将火石向南移 正在离开公园 火石逼时进入公园的四十九号公路关闭 但公园仍然开放 公园警察警告有客 有呼吸疾病的人必须小心 因为公园内充斥着烟雾 消防员说 去年冬天和今年初的连场大雨 使树木草丛生长茂密 到了暑假反而成为了大火的燃料 参加灌旧的消防员共两千两百人 还有二十架救火直升机和水箱飞机 但消防员无法预测何时才能控制火石 美国地质调查局近日发布 8月28日起 美丽美国终身老年票将从原来的十元涨至八十元 美丽美国终身老年票票价自1994年 就是十元 该门票适用于美国公民或永久居住权的 六十二岁以上老人 终身老年票可用于六个联邦部门管辖的 两千个旅游景点 除了国家公园部还包括鱼类野生动物部 土地管理局的管辖的景点 除此之外 老年卡持有者及其最多三个成年人陪同者可以免费入园 终身老年卡可以在任何一个设有收费站的联邦景点或网上申请 网上申请需额外付款十元 加拿大方面或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加拿大大使人选 凯利奈克raft表示 她将努力工作增强两国关系 凯利奈克raft今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接受质询 她表示自己将加强两国关系 包括在自由贸易 能源 环境 以及军事方面的盟友关系 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快填补住加拿大大使的空缺 因为关于新的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 即将在下个月展开 纳克raft来自肯塔基州 是一个人脉广泛的政治捐献者以及慈善家 他的丈夫是煤矿业的巨头 他与特朗普总统提名的驻北约及英国大使一道 在参议院坐镇 上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Bruce Hayman 在特朗普慎选后辞去了职位 此后大使一职一职空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解放军建军90周年 中国陆军特众部队可谓是战场上的杀手锦 近日陆军某特战旅全副武装 摸黑展开特级训练 另一路特战分队利用橡皮艇到指定水域后 挖人采取水下突袭方式突袭目标 完成作战任务 第82集团军则进行多空域跳伞演练 降落伞陆续在空中出现 特种兵要随时躲避模拟攻击 而且落地误差不能超过15米 否则就会被判定失败 在特种兵训练中更多的是考验意志力 在一场横跨七周夜又名地狱周的演练中 特种兵完全模拟敌后作战 全副武装在野外生存七天七夜 完成各种残酷的体能考验之后 特种兵遭到伏击 被押进战俘营 战俘营是要训练特战队员 在生理极限的情况下 能不能牢记自己的使命责任 内地东北地区受到新一轮的暴雨侵袭 其中一周前才遭到特大暴雨打击的吉林省 用极限 20号凌晨再次遭到暴雨袭击 局部雨量高达200毫米 室内严重淹水 毗邻的黑龙江 上志市 武昌市 牡丹江市 局部19号零点开始下暴雨 截至当晚8点 累计降雨大约50毫米的面积 达到17000多平方千米 受灾人口5万多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2万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6700多万元 平邻的林场最大降雨量达到173毫米 其他几个林场也因为大雨一度断水 断电通讯中断 云南昆明19号傍晚开始大暴雨 9个小时内降雨量高达130毫米 87处地方淹水 多达2万户民众电力供应中断 气象部门表示 19号开始进入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 七下八上防汛最关键时期 华北东北的雨季来临 各方要做好防汛工作 10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 20号播出第4集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聚焦司法体制改革 讲述了司法责任制改革 如何改变审者不判 判者不审的顽疾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如何为老百姓更好的守护公正 司法辩明立民改革 如何做到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司法系统大力推进审判公开 检物公开 警物公开 遇物公开 依法纠正重大冤假错案34件 涉及54名当事人 2015年全国法院同时展开 立案登记制改革 要求做到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 2017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审议通过 它标志着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开篇 并全面保护每一个公民的 每一项合法权益 这是依法治国的时代强音 庄严发出的百姓权力宣言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周四是涨跌不一 最新公布的上市公司业绩 以及经济数据好坏参半 导致收盘微跌 而纳指就十连扬 为自2015年2月以来的最长盛势 我们来看星期四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国在周四早时开盘就呈现了一个小幅高开之后 随后出现涨跌互进的局面 在盘中道指和标准PRO500指数一度跌成负面 但是纳斯拉克送货指数都是持续上升 实际上早时开盘时 纳指和标普500指数还是创了盘中历史先高纪录 但在收盘时的纳指是已连续十天上升作收 但是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则是略微小幅下跌 形象市场情绪的主要是盘中传来 特别调查委员会 开始对特朗普家族的一些商业行为进行调查 所以因生道指跌幅明显加深 虽然是收盘之前的是跌幅有所收债 不过这在市场人士的心目中又造成了一个阴影 担心特朗普政府没有经历集中推出振兴经济的一系列政策 另外经济数据以及公司盈利消息 在星期四也是主导大事 最新公布的美国的6月份的领先经济指数出现上升 意味着今后的6个月美国经济会是稳步复苏的 同时上周首次申领时也救济金的人数 也是超出市场预期出现明显大幅下降 这件宏观的经济因素方面 对市场奠定了一个正面的心理环境 另外在隔夜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是维持利率不变 所以这也是在市场棋盘之中 所以对市场心态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接下来更多的公司相会相继公布业 接下来还持续是影响美股走势的主要的动力 不过星期四华尔利股票市场虽然有些乐观进场 但是收盘时市场审慎心态上升 以上是新一次情况风宏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首班从中国飞往安大略国际机场的航班 于7月19日晚安全抵达 美国动力航空公司近日开通 安大略国际机场与中国南昌之间的往返包机航班 首航航班于7月19日晚成功抵达 20日动力航空公司的美国总裁与中国首席执行官机长空乘 圣伯纳丁诺俊督查海格曼 核桃市市长苏王秀兰 安大略市后部市长瓦普纳等代表出席了开航仪式 首航航班使用的是一架波音767-312客机 有21个商务舱座位和214个经济舱座位 7月19日晚6点半从中国江西省省会南昌市起飞 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国际机场停留 乘客和机组成员将在此接受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的检查 在乘客再次登机后 该航班继续飞行并于当晚9点05分抵达安大略国际机场 回程航班则为次日早上7点35分 从安大略国际机场出发 也同样会在阿拉斯加停留以便加油 我们选择安大略航班 因为它比较安大略航班更便宜 而中国的旅客客们想来的地方 它是容易的 access to Las Vegas 它是容易的 access to Disneyland 它是容易的 access to San Diego 盛伯纳丁诺郡经济发展部顾问 河道市市长苏王秀兰表示 动力航空公司于今年年初开始与安大略机场进入洽谈 半年时间便确定了合作 实属不易 从7月19日到8月23日 动力航空每周二和六将从南昌出发 京庭阿拉斯加转达至安大略国际机场 相信这七周的试水将作为安大略国际机场 开拓其中美航线版图的良好开端 机场方面也表示还在跟其他的航空公司下谈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航线进驻安大略国际机场 风华卫视路蒙王豪洛杉矶报道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 很多企业开始选择将文化理念的传播作为推广重点 而好莱坞凭借庞大的粉丝群体 成为了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宣传市场 也成为了众多中国企业推广的首选目标 2008年创办于台北的聚亨国际金融集团 在2012年开始进军好莱坞 曾参与多部独立电影的制作 与好莱坞制片及导演有着深厚的合作关系 今年暑假更是引领潮流 带领中国资方出海进入好莱坞市场 参与变形金刚舞的股权投资及全球分涨 聚亨国际总裁江建亨表示 对于中国投资方来说 好莱坞影视投资并非是缺乏机会 而更多的是缺乏概念 近百年的好莱坞国际市场 各国资方早已进场布局 对于中国资方来说市场讯息不明确 也常常导致中国资方参与到最后 却铺了个空 那其实中国的投资这些电影呢 他们未必都是专面的影视投资 它可能都是来自于其他行业 它可能开始涉足 那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变成说 我们双方可以进行一个合作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边 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 以及我们有投资了这样的范例 然后看双边怎么样做一个有效的合作 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疲软的情况下 各种资产配置的预期收益都有所下滑 银行理财产品 债券 基金 信托以及股市 包括互联网类的理财产品收益率 都大不如从前 中国也进入了资产配置荒的时代 中国资本出海 仍然成为资本全球化的新常态 也是资产升级的重要趋势 像今年的话我们投资的是Transformify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系列电影 然后也是比较能够让大家知道 其实电影的运作其实不单只有大片 其实还有很多环节 我刚刚有提到的比如说宣发 比如说这种更早期的一些独立制片的内容 那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内容可以投资 今年下半年度 聚航国际也将联合香港信托管理人TMF 及新加坡托管银行DBS 推出聚保单位型信托基金 协助投资人在有效降低投资风险的前提下 参与美国好莱坞影视及不动产投资市场 凤凰卫视王豪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公商消息方面 华美银行之控股公司 华美银行集团7月20日 公布了2017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净利达1亿1830万美元 美国获利达0.81美元 第二季度平均资产报酬率为1.36% 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为13.05% 平均有行股东权益报酬率为15.30%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字幕志愿者 根本身符定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京城 Stay Farm在不顺时保护你 顺遂时帮你省钱 让你稳健一生 联合赞助播出